不来新西兰不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人少尽美 自带致力的国家 哈喽 家人们 最近我们出席了 被小巫书和新西兰旅游局 邀请去了新西兰旅行类一圈 来这边后发现 新西兰真的是个非常宝藏旅行地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推荐来新西兰旅行的第一个理由 就是新西兰的签证 一定是发达国家当中 最容易申请的签证 全程线上申请 而且一般申请下来 就是五年多次入境 关键是每次入境 可以待最长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既可以旅行 也可以旅居 新西兰还是唯一一个 给我们国家提供打工度假签证的国家 就可以直接在新西兰工作 生活一整年的时间 签证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 第二点就是 新西兰真的是随处有海鲜 原来新西兰在海边 真的是可以捡到海鲜的 这次我们是去了南岛基督城旁边 一个叫阿卡罗拉毛利村的地方 捞在码头上 我们的巷岛就是在海边走了一走 然后就给我们捡了一个 非常大的黑金豹 说说新西兰的黑金豹 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的舌头一样 你们怎么 后来呢我们还坐船出海去钓鱼 体验了本地人用笼子去捕龙虾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一次性大概捕了十几只龙虾 每一只都特别特别大 比你头大很多 他们本地人还会穿上潜水衣 潜水去捡那个黑金豹也是捡的非常大 向导跟我们讲本地人他们非常热衷于去海里面海雕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去烹饪 所以一般来说这边的华人体验完这个过程后呢 都是找华人餐馆去做海鲜料理 我们后来就吃了清蒸的爆炒的油炸的 真的都特别特别好吃 而且新西兰就是华人餐馆也挺多的 我觉得这个去旅行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好处 新西兰它还很出名的 就是它这边有非常优质的羊肉 所以来这边呢我们也是吃了非常多顿的西餐 好几顿都吃到了烤羊排 然后每一顿都特别的丰盛 然后吃都吃到撑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肉类和海鲜爱好者 那你来这边真的是有口福了 第三个理由就是新西兰百分百纯净的大自然 你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整个新西兰才不到500万人 经常我们开着车就到了无人区 那边自然非常的广袤 就是看到新西兰的山河湖海 常常给我一种人生也可以被拓展开来的广阔质感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去了好几个非常美的湖 首先就是Dicapo 然后那个湖就是非常非常的蓝 我们当时在湖边吃了热料作为午餐 然后在湖边散步 然后穿过一个吊桥 然后还可以去到一个牧羊人的一个教堂 非常的适合拍照 然后那天我们后来还开车去了一个山顶 山顶其实是个观景台 然后在那边有个咖啡店 可以买杯咖啡 然后俯身就可以看到一个超级纯净的一个蓝色的湖 然后那个地区呢 其实是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一个观星的地区 然后那个晚上我们也去专门参加了一个 私人的一个观星之旅 因为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观星点 所以周围是几乎不会有什么人造光云的 所以他晚上他的能见度就特别的高 应该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清晰的能看到银河 还有这么多的星座 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 第四个推荐来新西兰旅行的旅游 就是这里是极限运动的发源地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喜欢极限运动的 如果喜欢的话非常推荐来新西兰看一看 虽然但是其实我们这次没怎么体验极限运动 对主要是我的国 因为我有恐慌症 所以这次项目组给我们安排的都是特别 不是那么极限的一些运动 对我们这次体验的极限运动 就是我们坐了一个四驱的越野车 然后去了格林诺斯区域 但是呢与此同时 隔壁组他们在跳伞 在蹦极 在做高空秋千 后来跟体验过这些极限运动的人聊了以后 他们都觉得体验特别好 而且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然后更多的反而是一种很刺激很爽的感觉 所以听完后 我就有点后悔了 后悔了 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们个理由 我们一定要再去新西兰 然后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去跳伞 最后个理由就是新西兰它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非常适合电影爱好者来这边打卡 我们自己去的格林诺奇呢 就是只换往电影里面中途大陆的原型 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那尼亚传奇 托比特人 什么都是在这边取景的 因为新西兰人真的太少了 所以你在这种地方拍电影呢 很少会有新人跟汽车开过去 就不会被打断 所以是个绝佳的电影的取景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还有非常著名的电影特效工作室 叫做维塔工作室 我们这次在北岛的奥克兰的时候 也去参观了维塔工作室的 体验了一个叫维塔揭秘之语的一个项目 有点像是一个密室逃脱 走路到不同的场景之中 帮我们去揭秘了三部还没有上映的电影 然后这里面所有体验的道具 模型啊之类的 全是他真实电影里面拍摄 他用到的这些道具 不但可以知道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 还可以真实的看到这些电影是怎么样被一点点拍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难得的一次经历 其实这期间里面我们还提了很多别的项目 今天下午我们的活动是来看羊鸵 羊鸵农场 这个太舒服了 其实新西兰有很多东西原来是我们今天都不了解的体验了才发现 原来新西兰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 我就觉得新西兰的自然太纯净了 而且那边的人特别的少 所以让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放松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去逛逛公园 真的就没有人 但是自然绝美 那大草坪的蓝天 然后还有躺椅 你不知不觉 你就想坐上去躺在那儿 然后去感受一下自然 我觉得那个就是让人会回到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 那看完这个视频 你把新西兰纳入你的旅行地点了吗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世界就该慢慢游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